大家好,新冠肺炎 全球很多国家的确诊数字,死亡数字都创新高 7月8日,美国单日确诊数字已超过了6万单 有些人会讨论,很多时候都是年轻人感染而已 所以多些都无所谓,因为都不是太危险 但是新冠肺炎的死亡率现在开始攀升 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好的笑头 另外,在巴西每日确诊数字都已经超过4万单 而在印度最近每日的确诊数字都超过2万5 当然我们对这个数字是否准确都有一些保留 可能实际的数字比这个更加多很多 香港更加不用说了 经过几个月的平静 最近我们的本地案件又弹回到双位数字 欧美国家或者其他国家 因为他们其实是有缓冲期的 他们知道亚洲这边爆发的情况 处理的方法 其实应该可以吸收到一些经验 应该会有比较好的办法去对付疫情 因为比如在台湾、香港这些地方 我们试试使用的全民戴口罩 最终患者的接触者 这些方法其实效果是不错的 我们本身预计欧美会照这个方法去控制他们的疫情 应该就未至于那么惨的 但想不到很多国家并未有足够的吸取教训 就算吸取了教训 很多时候都未必真的有决心实行出来 实行出来就因为很多时候社会里面 自由放任的气氛比较重 那些人也未必会跟障去做 所以结果出来就导致今天这样的危机 其实疫情初初爆发的时候 欧美很多的专家 其实真的 尤其是戴口罩这方面 就完全不当一回事 就是完全痴之以鼻 就是觉得完全没用的东西来的 到今天虽然说 比如说美国疾控中心 世卫这些已经完全改了指引 但是因为它一直以来 包括宣传、口径 都是反对戴口罩 所以今时今日 我想在这些先进国家里面 戴口罩的比例都不算高 大家都知道 其实戴口罩是一个互相保护的过程 就是说不能够说 几个人戴口罩 或者小部分人戴口罩 就是说大家大部分人都戴口罩 只有九成以上的人戴口罩 互相保护的话 那才有效果 所以到今时今日 虽然说他们的口径转了 但是戴口罩的人仍然那么少的话 那保护作用仍然相当有限 当然也不能够忽略 很多国家 很多人 将戴口罩 就是限制大家的活动的自由 作为一种公共卫生的措施 将它上线 就说是限制公民自由 甚至有些人就说是纳粹的做法 那这样 那这件事呢 就非常之令人奇怪 那但是 怎样都好 这些已经是事实了 那很多很难以理解的 比如所谓 就是反对口罩的行动 反对这个限制活动的示威 那这些呢 就基本上是害自己的做法 那这些事情呢 对于那个疫症的传播呢 是起了非常之积极的作用 其实当初预计它有那个季节性呢 似乎也都没有的 只要我们一放松 它那个疫情呢 就会更加厉害的了 那好像我们香港那样 其实一路呢 大家做的预防措施都不错 那但是最近大家都看到 一些豁免的人士 海员那些呢 没有做测试 就进了我们的社会里 将病毒由外国带到这里 而刚好呢 我们是放松了一些限制措施 再加上一些节日活动呢 大家都走了出来 玩啊吃啊 没戴口罩的话呢 这个疫症呢 就立刻呢 就乘机而起了 那以半年前 那个疫症 初初由略 由第一个case开始 到今天呢 就已经全到全世界 起码呢 有1200万人感染到 五十多万人死亡 那以这个基数 以今天这一刻来说 全世界即是估计 即是测试到的 有四百多万个active case 那由四百多万这个基数 开始再过多半年的话 全世界会感染多少人 有多少人死呢 真是很难以想象 那最近呢 在刺针期刊那里呢 又出了一个 一个挺好的研究报告 那那个研究报告呢 这个呢 是一个西班牙的研究 它又看呢 究竟呢 就在西班牙里面 有多少人呢 就体内呢 是对这个新冠病毒有抗体 其实简单说呢 就实际有多少人呢 就感染过这个新冠状病毒的 那法国呢 其实呢 即使西班牙即是爆发得 比较厉害的国家呢 它整体呢 真的感染过 而有抗体的人呢 只不过有五个百分比 而已 而瑞士的数据呢 就都是大约十个百分比 而武汉出来的数据呢 只有三点八个百分比 那这个呢 就是离开真的有群体免疫的那个目标 即是六十个百分比的人呢 都要感染了 这个疫情才可以受控制呢 仍然非常之遥远 就是说呢 好像就是山火那样 就是那个山里面呢 仍然呢 有很大批的干草呢 就那些火未燒到 那如果大家不采取足够的预防措施的话呢 真的那些山火好像一路再烧开去的话呢 还可以感染的人呢 就多的事 就是每一个国家里面的九十个百分比的人呢 都还是有很大机会受感染 所以一刻呢 就非常之关键的 全世界的所有人呢 都应该要考虑清楚 究竟大家要怎样做 因为我们看到 其实最近很多国家都拿不定主意 究竟我是控制疫情才好啊 还是放松这些管制措施 救回经济才好 那么很多人呢 就是很多国家呢 就在那里弹弓手 那变成历程呢 一直都没有办法有改善 那我觉得全世界国家都应该参考 台湾啊 香港这些做法 实施呢 就全民戴口罩啦 尽量要做大量的测试呢 去找出一些感染了的人 还有呢 就将一个有接触的人呢 加以隔离去控制呢 才有希望呢 在疫苗产生之前呢 将个疫症控制下来的 那这个过程当然 对大家啊 对个经济啊 是有一些很难以忍受的震动的 那但是如果不经过这个震动的话呢 恐怕疫情呢 是没有可能受控制的 我们呢 必须呢 这一刻呢 就要做一个决定 我们呢 就要尽心 做足这些防疫措施 如果不是呢 真是后果堪如 好 今天呢 就讲到这里先 多谢大家的收睇 大家记得给个like留言 和呢 订阅按下个钟仔 再见 拜拜